新建于民国29年的香山内湖龙正宫 庙内供奉的是天上圣母妈祖 长期以来都是地方民众的信仰中心 再过不久就是妈祖的圣诞 新部署长林志吉恩特别到龙正宫 致赠天上圣母洪招母德的匾额 以感谢妈祖的庇佑 也祝贺妈祖圣诞千秋 农历的3月23号 是我们天上圣母的圣诞千秋的日子 那我们特别提前来暖寿 感谢我们姓母对我们地方的一个照顾 那当然也要更感谢我们的主任委员 周主任委员 长时间带领着我们管理委员会 这些委员们出钱出力 那关心地方社区的这个事务 给予我们新入市政府很大的一个协助 特别借这个机会 透过政典的仪式 表示对庙方的一个感谢 那当然我们也上乡祈求 圣母能够保佑台湾新竹 国泰民安 丰调与圣 林志坚到龙正宫赠扁 有多位议员到场参加 还有寺庙主委 地方信徒也都一同到场 陪着市长上乡敬拜 庙方也对新竹市政府的用心 表现感谢之意 今天很荣幸 我们新竹市市长 立临新竹市内部龙正宫 来赠扁 我们龙正宫管理委员会 很欢迎市长来赠扁 每年的妈祖圣诞 龙正宫都会办理天上圣母 文化器公益活动 募集大众的爱心 购买民生物资 捐赠给附近的弱势民众 今年的公益活动 也即将如期举办 庙方希望透过这样的实际行动 让民众感受妈祖的大爱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扬